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GG Channel 今天講一個很無聊的題目 那你又說 我們的定性是一個綜合性的娛樂時事平台 這件事也是要說的 報紙頭條 所以我也承認 可以說是騙一下view 我都會認的 這件事的無聊程度跟之前報道過的蕭生 蕭生台灣被打吃屎一樣都是無聊的 如果有網友真的不知道這件事發生了什麼 這裡也跟大家報道一下 今天的GG人物就是 譚校長 話說 又是微博 又是有一個人爆料 其實這件事跟張高麗和彭帥差不多 張高麗和彭帥差不多 有這個網友 網友叫做悲傷牛肉麵 把我的悲傷牛級牛肉麵 開帖 說譚詠麟跟他的女朋友 發生性關係 有一個很大的控訴 環球唱片 就馬上回應 我們就說說牛肉麵 出了什麼 他之後再出了相片 所謂的爆料 說完這件事再爆料 現在當然是微博刪掉 譚詠麟近年當然是內地發展 他好像是政協 他是同一眾 李克勤 中鎮圖 中鎮圖 就在內地好像找到第二春那麼開心 有他沒什麼所謂的 你擁抱大灣區是你的事 好了 但是擁抱大灣區 也是有風險的 先講講 這個悲傷牛肉麵 出了什麼post 就是我現在戰鬥著打出這些文者 內心在滴血 我表達的每一句都是真相 一位得藝 雙興的香港愛國男歌手 你爆料會不會說他是愛國男歌手 一個香港的愛國男歌手 和我女朋友 依詞 本來不想把不光彩的事 放在網絡平台上說 但事情的真相 不斷地刷新 刷新我的 對於 三觀以及 道德的底線認識 嘩 像讀哲學一樣 讓我始料不及 我真是撞嘔 你在粉絲面前永遠一副道德至上的樣子 現在看來 全部都是假面 太虧欠了 大邪的垃圾 為何你這種 品性的藝人 在娛樂圈 今天仍然活躍在電視節目 這樣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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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 稍後我們講講 有甚麼道德 但我先講 其實他也和你的女朋友 搞在一起 如果你用這條線 作為一個 道德的底線的話 我想娛樂圈裏 尤其是 在貴國 都沒有 哪個藝人 不是 他繼續 立你藝術家的人切 這個年紀 不愛惜自己的羽毛 哼 差不多 好了 就說這件事 他 是這位歌手的粉絲 一起之前我就知道 我亦都很支持他追星 一起的時候 他 即是他女朋友 就告訴我 兩個人最重要的是信任 所以我從來都不查他的手機 這次本來在雙十一之前 打算偷偷看看他 購物車 有甚麼 要幫他清空 無意中看到他 落單 買了一件 鋪魯衣和香水 可以賣給你的 可以賣給老爸 你先問他 Anyway 他疑心 查他的手機 事情真相 浮現水面 隱藏的明星照片 令我憤怒 令我委屈 令我無力 令我絕望 我都一迷茫 新條網內看 不可思議 我沒想過 主角 竟然是這位歌手 他之前騙我去上海玩兩天 找朋友 原來就跟這位歌手上床 原來他一直騙我的 所謂這個歌迷的微信帳號 就是這位歌手本人 究竟還有多少東西 我不知道 只要下去 你有什麼可以不知道 如果真的發生過關係 就只是跟他發生過關係 可以有幾天崩地裂的事 我沒有當場花彪 放在心裡 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怎樣跟他面對面談這件事 每天 好像分裂 好像被撕裂 前幾天 前幾天 他突然又說跟我說 想去上海找朋友 逛街 不是現在封城 直覺覺得我沒有那麼簡單 果不其然 果不其然 根據歌手的微博顯示 他又在上海 我抑壓到憤怒 忍不忍住 所以 那個我一直以為是世界上最單純可愛 走到最後的女生 原來一直 把我放在謊言裏面 一直都是小丑 我希望他能夠遵守答應我的事 不知道答應什麼事 否則 所有人都要認識他 可能是夜來攻擊 他就說 粉絲們 真的不必要私信罵我的造謠 我是受害者 就是你們這些老殘粉 他真的跟譚美麟的粉絲有吵架 這些人才能夠為所欲為 我本來不用出土 既然你們 一定要令他萬節不報 就等一時 我先看看發辯章 好像很厲害 好 出圖了 正所謂有圖有真相 一出 出了三幅圖 一幅是這幅 第二幅 這幅 第三幅 這幅 逐幅說一下 這真是朱自清的背影 如果這也算是證據的話 我真的完全明白 為什麼 香港這麼多案件都會告上庭 對嗎 第二件事 這是比較相似的 如果是的話 小腿肌肉也挺結實 果然是有踢過明星足球隊 第三就是 這幅真是 大佬 這幅真是很難搞 OK 有人找回 看回譚詠麟上個月 前一陣子在上海 那幅 真是有點像 所謂的有點像 大佬 看起來有些像得來 又有些不太像 真的挺無聊 好了 出完之後 校長 透過他的藝能製作 出了以下的聲明 今天 在媒體平台 有人發佈 關於譚詠麟先生的不實消息和報導 藝能公司和譚詩庚對此作出強烈的譴責 和否認所述的事件 眾所交知 譚詠麟先生過去幾十年 一直是熱愛工作 沒有關係 熱愛工作可以熱愛到 跟粉絲發生關係 沒有什麼所謂 不是沒有直接關係 沒有什麼所謂 傾力扶持後輩 扶持有很多種方法 對貢獻國家社會 亦不懷餘力 對著粉絲更加十分尊重 作為中國香港損毀的 達朵 對傷害他個人形象的行為 不會坐視不利 一定採取適當的法律行動 而制止有心人利用媒體 傷害自己和其他人 藝能公司特恥聲明 我不知道事情發展會怎樣 究竟他會不會去到李雲迪 或者 梵哥 看看還有多不多事情爆料 這件事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 當然第一廢話 他有做過或者他沒有做過 其實說真的兩者 我們都不關我的事 你自己的事 要不就是他有做過 真的 這樣踢爆了出來 如果這樣的話 要不就是沒有做過 那就是有人要搞他 OK 搞他 他有沒有做過都可以搞他 亦都可以為錢 你說這壇事有沒有背後政治 我真的無法聯想 彭永倫 大家也知道這個人 他也很面面俱緣 會不會這樣 你看這幾張圖 誰會拍到這個角度 除非是女兒或男偷拍 這個很古怪 這個可能是女兒拍的 但是全部只是拍背面 那就是女兒偷拍他 就很古怪 看看有沒有更厲害的東西爆出來 這樣 未肯定對於他 很簡單 看看他有沒有影響 因為他有九萬多個節目 有什麼我是歌手 你是插手 我會唱歌 你不懂唱歌 我是搞音樂 九萬多個節目 看看會不會下架就知道 如果下架就知道了 如果不是的 只是淡化的話 你還是可以善生機 如果你查不到的話 可能要再出一個聲明 不如這樣 你出一個聲明就說 如果 這個網友 有真憑實據拿出來的 我就在天安門面前 撞頭埋牆死去 即是說激一點 或者又扔到上去 上光上線 在這個 中美關係 這麼嚴峻的時候 你竟然 其實好像沒什麼關係 算了 添煩添亂 影響 偉大的習近平主席 他的 白聯報局 說說這些事情 看看行不行 非常無聊 這件事 說完就算了 有些就扔回他 第三者 多少個老婆 那些 很無聊 有些娛樂 有些娛樂 說說林耳文 OK 林耳文 我覺得是值得說的地方 林耳文發生了什麼事 話說 之前 前排 CCTVB 台慶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我真的不知道 收視 所謂20多點 我想說 其實 大家不用理會 CCTVB 10點也好 20點也好 30點也好 其實 TVB和GDP 是差不多 你跟我說5% 6% 7% 都沒有所謂 大家都不是看這些東西 你不是說100萬 都沒有所謂 主要是有沒有人下廣告 你的名聲 熊不熊 現在最熊的 閻乎乎乎 還有 Chanel 還是 Chanel 看看有多熊 是不是 看看他接了多少廣告 看看他的演唱會有多少粉絲 都沒有所謂 你說熊就熊 是不是 你也不用對我們交代 有沒有廣告 看你的股價就知道 是不是 很簡單 這個台慶 當然是所謂的 都會的聲音 突然會有何夥伴 突然就嚇嚇了 有一個施氏 令到網上有很大的反應 為什麼 因為他 就說他 吃兩家茶禮 或是 真的是 Will捧紅你 他算是他 可圈可點 網絡上 相當多 我嘗試找一些網絡的訊息和大家分享 他唱了一首歌 我想說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看錯了 因為這宗新聞對我來說 也是沒有價值的 我不會以為他無線唱最後的信仰 我心想 如果你是無線唱最後的信仰 原來不是 原來好像說唱我願意 我認證不到 如果我講錯了 網友告訴我 是不是他只唱我願意 唱完之後 網民就很有反應 首先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網民有沒有看 可以假設沒有看 譬如說 很失望很難支持 因為不想你有錯覺 覺得這樣是沒有問題 你們可以選擇 我也有選擇 坦白說 不夠一年 剛剛你才因為ViuTV的節目 拿了最喜愛女歌手 轉過頭人家太輕 這裡牽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兩家查理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政治問題 還有 又說 你一直是我最愛的女歌手 除了你的音樂 骨氣也是我最尊重的 其實我從來都不太感受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什麼感覺 對於林耳文 其實我沒有什麼感覺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特別骨氣 盧凱彤很有骨氣 這個也挺肯定的 林耳文 其實他一向都不是特別表態 他唱首最後的信仰 很多人都唱過很多歌 我真的不明白 上音樂節目就算了 為何台慶 很傷心 有些人就說 鋪排得不錯 演唱會賣票 先去垃圾台慶祝 這樣 狂鬧 自貶申解 這樣 終於鬧鬧鬧 林二汶自己也有一個Facebook page 也有做Live的 他就交代了這件事 我們聽一聽林二汶說些什麼 特別的Live 有很多人問為什麼我會去TVB台興 我現在就很想在這個Live裡面 很坦誠地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會去TVB 其實我做了20年音樂 我一直都很相信 音樂應該沒有分國界 沒有分任何邊界 因為音樂本來應該要來溝通 不是要來孤立 我們其實一直追求的是百花齊房 不是嗎? 我今年開了自己的音樂教室 我想嘗試傳遞一個訊息 就是音樂應該沒有分邊界 應該一心只為音樂的發展 如果我去分得這麼清 分得清清楚楚 那我教出來的學生 不是會墨守成規和顧暴自封嗎? 我們做音樂的人 我們做音樂的人 我想我教出來的學生 我希望他們明白一個訊息 音樂是應該懂得海納百川 而這就是我的信仰 好 這就是林以文的說法 你這樣做老師 我覺得 大家學習一下音樂就算了 這種態度 去處理事件 都很災難 我覺得 其實在音樂上 他其實算是我那一代的音樂 但我從來對S17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不是貶低他 只是我沒有機會聽 當然他在音樂上有地位 有一個成就 和S17 但我其實來自我最熟悉 都是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如果關掉你的電話 還有他最後的信仰 其實他唱得真的很普通 不要緊 這些都完全沒有關係 這件事 我覺得 林二汶這個人 這件事不太值得 但這件事帶出很多同類型的事件 大家可以和大家討論 逐單討論 第一件事 上司TVB有沒有問題 你問我 我覺得 沒有問題 但你預計了被人吵 大家明白嗎 你可以上司 但你預計了被人吵 如果你是唱最後的信仰的話 我也覺得是 可以爭論的 如果沒有的話 逐樣說 第一件事 任何人都不一定要表態 這是我覺得 第二 任何人都不能夠 用最高規格看待 這裏有個例子 我見網友都覺得很好 MIRROR幫麥當勞 為何沒有人吵 沒錯 就是看你這個人 或者你這個產品 有幾個實力 有幾個實力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很過癮的 如果姜濤上TVB 行不行 大家想想 你覺得行不行 在一個角度 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件事 有可能會成為公關災難 我覺得林耀文的處理是半災難 但我覺得影響不太大 因為他不是很出名 他不是很一線的人物 他當紅番 他是上次的《全民造星3》做過評判 《全民造星4》我全都看過 我覺得很好看 我會在另一個節目中說 之前我沒有看過 我有看過一些精華 我對於他和彭秀慧做評判 其實我對很多大部分評判 我都覺得很差 我覺得很不好看 我不敢說是差 他們當然有實力 但做評判不好看 但他就紅了 因為《全民造星》的《全民造星》就紅了 他就紅了 然後紅到 這種人氣也間接令他獲獎 就是這樣 還有一首歌就是《最後的信仰》 主要是因為那首歌詞 他自己個人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音樂作品 令到我很覺得 她是一個什麼人物 就不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快就會 慢著 但他帶出一個問題 很簡直談討 我就可以回答你 林二汶 如果你不明白為什麼會出現問題 你說音樂無疆解 我給你一個假設情景提醒 如果民建聯的黨慶 你去表現 可以嗎 是一樣的 如果你覺得上CCTVB的黨慶沒有問題 那民建聯的黨慶也沒有問題 如果去七一國慶就會 你不要理會他 會不會請他 假設七一國慶就會 共產黨慶就說了 講大一點 你覺得是沒有問題 如果你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也不需要說什麼 音樂無疆解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說這句話 如果你覺得 好像有些 那就是有問題 因為現在 TVB是代表著建制 它不是隱藏的 隱藏的 大家側側 真的可以不多覺 我覺得很多事情 大家都是側側 就算了 有些事情攤開就不要 他這麼明顯 是一個官台 你認同 他代表理念 就代表官 而你給別人的印象 一向都是 你有最後的信仰 你是Viu那裏紅 Viu是相對上 所謂的偏黃 其實Viu本身是紅 是黃是藍也不重要 他能夠包容一些黃的藝人 那被人感覺到 這就是 你說的 海納百川 TVB有沒有海納百川 TVB說了多少個 所謂 可能是有政治色彩的藝人 你街心去了哪裡 你覺得很包容 不如你嘗試唱歌 你唱兩句 你唱兩句 何以遮土地 你唱給我聽 是不是 林依文 OK 又再做一個比喻 足球是否無疆界 你嘗試又捧萬聯又捧利物浦 你又捧萬聯又捧萬成 讓我看看 不要說不行 就比較奇怪 不是這樣說的 音樂是無疆界 OK 但是做人是要全剔的 人是不應該被迫他全剔的 但是所有人 之前我幾年前做這個Live的節目 我做了一個財經節目 我說你很多品牌 很多公司 其實去到最終 所有 在中國的範圍之內 所有人與事與物 你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隨時要準備全剔的 而剔的一定是有後果 但是 那一刻 就要看看你 是屬於什麼人的本質 是不是 我對林依文是沒有任何期望 所以他就算 他就跟我說他是建制派歌手 我真的沒有任何感覺 我這個人都沒有感覺 但是很多人有感覺 是吧 總算是期望如大 失望如大 正如這個 這個 Support Moment 是吧 嘩 不出聲 怎麼會被人小腦開花 就是 又是期望的問題 是吧 你可能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我要表態 但你曾經令到有人有期望過 於是你去到這個位 沒有了 如果你要賴的話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社會完全政治化 為什麼這個社會完全政治化呢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的系統 是解決不了政治問題 所有的政治問題都被抑壓著 適者就知火未燃 於是 其實好像排虹一樣 你這條洪水 成為一個好的系統 就是把這些洪水 不斷地散開 宣洩了 你不是這個又閘 那樣又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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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閘 的話 就變成所有事情都會 少少火頭就會辣著 是吧 就會敏感到你上完這個CCTVB 那些網友都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不過正如我所說 你又不是很一線人物 應該很快就會沒事的 OK 那你自己想 你又開了一個音樂中心 祝你生意興隆 就是這樣說 這件事的結論 正如我一直都所說 音樂很多事情都沒有僵解 但是做人 最終都是要全部剩下 是吧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不是有需要的時候 當那樣東西 殺到埋身的時候 你就要全部剩下 而那樣東西就顯示出你是什麼人 是吧 那些音樂無僵解 我真的很想介紹這首歌 有個網友傳給我 我一聽之下 我真的敬為天人 我都很好聽 我非常想把這首歌變成一個MV 但是 我是找不到 我又不知道誰是原著 我嘗試搜尋過 YouTube也沒有 Facebook也沒有 它是SoundCloud的 連登我又找不到哪個創作 是很高質素 是很狠好聽 這首歌 我唱兩段 大家如果受不了 可以關機 如果有任何不安 就希望大家不要見怪 因為我太想分享 我很想把這首歌變成一個MV 但是 別人有援助 雖然他也是二次創作 當然 如果你是作者 你可以用不知什麼方法聯絡到我 你可以用這首歌 我轉換了MV 不知道哪個填詞 也不知道哪個唱的 你在SoundCloud 你可以搜尋到這首歌 很高質素 很高質素 那就改編自姜濤的 《夢著嘴說愛你》 是吧 那就是 不知道名字叫什麼 因為叫 先看看 彭帥說 I love you 只控你條友Me too 只控你條友Me too 聽過不是也覺得好笑 或者香港人真的很有才華 我覺得 OK 整兩段 彭帥說 Is the true 只控你條友Me too 不 Sorry 再說 彭帥說 彭帥說 I love you 想試下共享一福 高麗就八十歲 生病還未找不顧 空錯過然後屁股 笑著去愛褲 下廟又脫下褲 但誰說 Is the true 只控你條友Me too 體制內禁忌也不顧 官方要蒙著我醉 我亦可break through 全微博造客 歌詞 傍晚已 即刻禁錮 真的好笑 高麗就八十歲 生病還未找不顧 好冷 他整首歌都作了 最後那段都好正 胡錫進tells the true 都變了全心師傅 偏拍下你就別亂猜 好心你全部閉嘴 他大聲高呼 全球各地仍堅持 謀算我當的國父 好厲害 我覺得這個瘋子 真的好厲害 這首歌會不會小刻作 大家強烈推介 彭帥說I love you 好冷靜 好了 今天都幾無聊 GG人物 GG人物 這也是GG人物 下集再見 金狗輕鬆一下 拜拜 有什麼話題 你覺得值得說 也可以在留言 拜拜